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之前就是那个国防部有时候1979对不对 他觉得这个卫允公园不适合于那个性命训练 所以他就要搬离 这个搬离就是他的国防部的政策 这个国防部的政策 其实里面就是说要 要名义上是说 他不适合于在做性命训练对不对 一起联盟成立以后 要为地方做一些事情 那找一个议题 我就提说 那这个卫允公园 现在是大家在讨论 应该怎么利用这个空间 我坚决主张说应该建公园 希望一切联盟能够大家共同努力这样 那一切联盟做一个情意 就说好 我们坚决主张要建公园 然后他们说 就你来处理这件事情好了 你拿去的嘛 所以想做一些事情 这些人都说 怎么办 怎么办 没问题 就这样接受的 这些人也就这样接受的嘛 这是一个圆分 这个 当时刚才跟颜料 我们的社会 好像有些一些文童 要站起来的感觉 不过来说 我们很多人 很多社会的文童 一直都在着 冰师的脚趾 这样在走 所以我们看我们在公园 很多小人都说 也是对文童 这样起来 大家做的 做的 人情打起来就这样做 对那时候 很准 其实 都很高兴 因为这个圆有狗 大家都很高兴 如果不是他的女儿 就说哇 这个 这个人到底是有三头六倍 还是怎么样 又做这个事 又做那个事 又 对 就这么多身份 又是作家 又是社会运动者 然后 爸爸在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也是很搞笑 我们的孩子 也给他一个话 叫做真企业 因为他也是真企业 所以叫他做真企业 就是说他今天 如果他开始说 这个事我最想要做 我有感觉说他 他一定很坚持 很认真 所以我们家中市 是值得去做设计 做计刑造 这样的一个 科委会的资源 投入进去 是可以让家中 产生一种 某种 某种光彩的 一个客家文化 也产生光彩 你可以替台湾人 留下一个 一个 美好的客家庄 要拿到 穹丘 某种光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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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 整个活动 社区改造 他不会那么有 张家商的 我们的强盪 各种 某种光彩 与诗人 某种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影响 整个形象 这一次搞得真厉害 这一次 我们来 我们来 六队客家文化圆区 涉在那时 他说 我们来半径 美学 以客家文化中心 为一个圆心点 半径美学 来做好 所以我静静地去 拜访台湾说 拜托 您这准备好 台湾说好 所以现在 在六队客家文化圆区 周遭 为什么有那么多数 其实那是 20年前 带来的 带来的 带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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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现在唱得更漂亮 有一次一个媒体来访问我说 如果你的身份这么多里面 你要选择一个要选择什么 我说私人 我就说他 他其实 他就是一个私人 他所作家社会运动 他就是用私的方法去完成 他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私人的梦想到创造完成的 所以如果人家问我说你是什么作家 我说我是客级台湾作家 我是客家人 我的作品里面也有客家的成分 所以我是某一部分我是客家作家 但整体来讲我是客级台湾作家 那如果再简缩一点 我是台湾作家 今天我要感谢人 我很多人 所有人都是要感谢人 在世命过程里面 大家一起努力 这些资源 没有试试 这是后面 什么力量 所以 这种的感觉 对世命来说是非常非常波及的 你限制的时间去世界 没得到五十钟 没得到五十钟点后 那也没得到 这些台湾作为 改变这个世界 中文字幕十字幕作成功 Zither Harp